每逢佳节都是警察叔叔们最忙碌的时候 总有一些违法分子去钻空子 特别是反诈宣传更是不能送劲 近些年电信诈骗案件呈现逐渐高发的态势 为了有效遏制此类案件的频繁发生 增强居民群众的反诈骗意识和能力 沙阳市公安局全员派出所的民警想出了高招 创新性的利用智能机器人 这个相对于普通群众来说 还是一个新鲜事物的载体 进入社区进行反诈宣传 昨天在全员派出所管辖的一个小区 两个佩戴警用标志的反诈骗智能机器人 在民警的操控下正在小区门口的空地上来回走动 扩音器里播放着反诈骗要点知识 机器人旁边围满了居民 还有居民好奇的与机器人进行互动问答 在场民警也不失时机的给居民讲解反诈骗知识 通过这个机器人 市民可以了解到各种诈骗手段 我从而进行去预防 我们这个可以直接下载 国家反诈骗的APP 从而拦截一些诈骗的信息电话 现场群众对用机器人做反诈骗宣传非常感兴趣 在场的居民还在民警的引导和帮助下下载了国家反诈骗中心APP 通过这个机器人更容易学 看完了以后老的上的一看这个挺有意思的 就是容易记住这个事 以后就能在这方面多注意 记者同号刘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